近日,据外媒报道,唐顿庄园、大姐Maitre Dockry,本周六与丈夫Jesse Paul-Weila Bridge举办婚礼,南方式伦敦生活创作者菲比·沃勒,布里奇的弟弟,当日Lily James等多位唐顿庄园同剧演员道场祝贺。 据该媒体称,米歇尔和贾斯伯于2019年通过朋友相识,并首次在罗马电影节上共同亮相。 据悉,米歇尔死前与约翰·迪宁变婚,但他不幸于2015年死于一种罕见的癌症,年仅34岁。 约翰在家乡阿尔兰去世,当时道克瑞紧急从美国赶回,陪伴迪宁走过最后一程。 时隔数年,我们很高兴看到大小姐从一脉中逐渐走了出来,重新迎接属于自己的幸福。 让我们祝福米歇尔和贾斯伯。